各位贵宾大家好 我是欧洲线的专业导游林家树 很高兴在这边跟各位做我们的线上说明会 我们要出发到英国去旅行了 在这里我们要让各位知道一下 在英国生活所需要的一些平常的衣食住行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我们要出发之前 各位都会拿到一份说明会资料 资料上面都会告诉各位 很清楚的显示出来 我们要搭乘的航空公司以及航班 那各位贵宾请务必按照航班的出发时间之前的两个钟头 到中正机场的第一航下或第二航下集合 那我们现在出发呢 首先第一个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行李的打包问题 每一个人的托运行李不可以超过20公斤 手提行李不可以超过7公斤 在手提行李的部分呢 我相信各位贵宾很多人都有一个经验 在出国的时候都会希望带一些随身的保养品 或是乳液要带在身上 以防飞机上面这个干燥的空气 那如果您需要携带这些液态类 或是胶状类高状类的物品 比如说面素利达姆 这个叫高状类喔 比如说唇膏 这个也属于高状类 只要是有关于这个液态类高状类 胶状类的物品 请务必要准备一个夹链袋 把这些东西放在夹链袋里面 才能够携带上飞机 那这个夹链袋也不是说让各位无限制的去放液态类的物品 它的总共的数量是10瓶 每一瓶不得超过100毫升 请各位贵宾务必要注意 现在不管旅行欧洲或旅行英国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事项 第二个在拖韵行李的部分 有三个重点我们要请各位特别注意 第二个含肉类的各种食物都不能够携带了 比如说肉松 含肉的面包 含肉的饼干 含肉的泡面 这个绝对禁止携带 万一您携带了这些东西的话 入境英国被海关搜查到 那对不起哦 每一个人会被罚款或是有监禁的可能 所以在这一点方面 我们要严格的跟各位报告 千万不可以带有含肉的物品 第三个 如果你出国喜欢携带这个名牌包包的话 跟名牌包照相很快乐啊 所以带这个名牌包一定要用真品 不可以带仿冒品 否则这个也会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惩罚 再来再来 在欧洲的天气 在这个英国的天气上面啊 英国这个国家由于纬度非常高啊 不管冬天夏天 它的气候都非常的凉爽 其实寒冷 所以呢到英国旅行不管东下 各位贵宾一定要携带一件厚重的夹克 这个很重要 特别是有旅行到爱丁堡去啊 爱丁堡在七八月份它的温度也不会超过十度 而且到爱丁堡它是个海港 这个风非常的大 所以各位贵宾一定要记得带件夹克啊 一定要记得带件夹克 那到英国旅行呢 英国的旅馆啊都不会提供牙膏牙刷 但是吹风机啊这个浴巾啊这个洗髮精啊 这些都会有提供啊 所以牙膏牙刷拖鞋这个部分 请各位务必要自带 英国的旅馆 由于英国这个国家有饮茶的文化啊 所以这个英国旅馆里面啊 每一个旅馆都有煮热水的热水器 以及提供免费的茶包跟咖啡包啊 所以各位贵宾不用担心热水的问题 英国的水也可以生饮啊 也可以生饮 所以各位贵宾每天晚上回到旅馆 只要把这个水龙头水 放到这个煮热水的热水壶里面去 在房间就可以享受一壶 非常滚烫的热茶了 那现在由于英国入境啊 从3月3号开始啊 是免签证的 所以呢我们在入境的时候 英国政府呢 会要求每一个人要准备财力证明 也就是说你的存款证明 或者是银行里面你的财力证明 要记得期待一份英文版 以备查验 以备查验 那英国这个国家 它的时差 它的时差跟台湾有时差的哦 在夏天的时候 比我们慢7个钟头 所谓英国的夏天 是指每年的4月1号到10月31号 那其他的时间就是冬季 冬季的时候呢 就比我们慢8个小时 那英国这个国家哦 只有一种货币 这个货币就叫做英镑 很多人到英国去带美金啊 带日币啊 到那边才发现不能花 这个没有办法哦 英国这个国家哦 它的货币系统 并没有加入欧盟 所以它是单一的货币 是采用英镑 那各位贵宾呢 要出国前呢 可以到您的银行 或者是一些指定的银行 去换取这个英镑来使用 那再来呢 在英国这个国家哦 信用卡的使用 非常的风行 非常可以说非常的普遍啊 但是各位贵宾呢 我们也强烈建议各位哦 在您出国前 麻烦您打个电话 给您的发卡银行 告诉他 您要到英国去旅行 这样的话 你到英国去信用卡 就会很好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的旅客哦 刷卡的范围 大部分都是在台湾 突然间到英国去 要买一个比较贵重的名牌包 或是买一些 比较高价值的物品 那这个信用卡公司 会把你的授权锁住 所以这点也请各位旅客 务必注意 那到英国去旅行呢 由于英国这个国家的医疗制度 跟亚洲不一样 所以呢 如果您随身有一些疾病 需要用药 请在台湾先准备好 那如果呢 到了英国去 要买药的话 必须要由医师来开处方 所以呢 随身的药物 最好是能够在台湾准备好 这样是最好的 这样是最好的 那英国的电压 是240伏特 它的插头 跟欧洲不一样 跟亚洲也完全不一样 它的插头是三叉式的插头 三叉式的插头 所以各位贵宾 您的行动电话 您的数位相机 有需要充电的话 麻烦您到台湾的电器用品店 去买一个三叉式的转接插头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在英国的行程里面 每天要带各位看很多的城堡 带各位看很多的文化遗产 所以并不见得有时间 每天都可以到超级市场去 让您去找这些电器用品 所以请各位贵宾呢 增加您的旅游时间 增加您的自由活动拍照时间 不要把时间花在去找插头上面 最后在通讯的部分 各位贵宾 我们到了英国去 把手机一打开 您就会发现 这个手机非常方便的 跟英国的漫游网结合在一起 可是在英国打电话 回台湾用手机打 坦白讲 这个价格 因为每一家电讯公司的不同 而有所差异 但是都不便宜 所以各位贵宾 最好的方式 是到英国去手机打开 可以以发简讯的方式 跟这个台湾的亲戚来做联络 那手机只要打开 都可以漫游 基本上都可以漫游 最后 小费的部分 在英国 在英国 如果呢 你需要有人帮你把行李 从旅馆的房间 对不起 从旅馆的车上 提到房间去 那这样每一件呢 是3.5英镑 那如果呢 不需要的话 自己提 就可以把这个费用省下来 那各位贵宾呢 在旅馆的床头小费 一个晚上一个房间是1块钱英镑 1块钱英镑 那这个各位贵宾呢 如果您住的舒服 您愿意多给一些 也没有关系 但基本上呢 一个基本的礼貌 是1块钱英镑 那最后呢 给司机 领队 以及当地导游 的小费加起来 每一天 一共是9块钱英镑 乘以实际的天数 比如说我们10天团 就是90英镑 这个8天团 就是72英镑 那各位贵宾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关于在英国饮食的部分 我们在行程内 帮各位安排了 中式六菜一汤 以及西式3到4的套餐为主 如果各位贵宾呢 有特殊的饮食习惯 比如说不吃牛肉 不吃鸡 或者是有素食的习惯 请务必在出发之前 告知我们的业务员 由我们呢 为您呢 在机上 以及当地做安排 那在行程内 有一些自由活动的餐食 各位贵宾也不用担心 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 就可以让我们领队呢 带各位到英国的 大大小小的这个餐厅 小店里去 让各位品尝一下 什么叫英国真正当地的食物 比如说康维派 或者是呢 英国的司康饼 这些东西呢 都是英国必尝的美食 那各位贵宾呢 在饮食的方面 请各位不用去担心 英国的饮食习惯 跟欧洲 以及跟亚洲 坦白讲 口味上差不了多少 以上呢 是我要跟各位先做一些 简单的衣食住行方面 英国的旅游说明 那各位贵宾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于我们公司的 这个相关的业务 或是跟我们的导游部联络 今天的线上旅游说明 会就介绍到这里 若您还有任何疑问 请您电掐您的旅游服务人员 若您需要更多的旅游资讯 请至雄师旅游频道 tv.liontravel.com 想了解更多旅游行程 请至雄师旅游网 www.liontravel.com 祝大家旅途愉快 谢谢大家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